既然父亲愿意和你们在一起 你们今天在现场做点什么 或者说点什么 让父亲觉得你们是真诚的 你们是真正愿意赡养父亲的 你们是愿意好好跟李阿姨相处的 我想这才是今天解决问题的关键 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这些 大哥大姐听得进去吗 今天来我觉得 首先应该道歉 向老父亲道歉 作为儿女的 让老父亲在晚年经历了所有这些 不管怎么样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应该向父亲道歉 我错了 我给你磕头了 给你老磕头了 我错了 第二应该道歉 谢谢你 你对我这么 四五十年的养育之恩 以及这个女人 在替你们这一年多 在照顾你们的老父亲 您觉得是不是这两件事情是应该做的 我再最后问您一次 您能不能跟他们说 欢迎你们随时来家里 能 那倒能 你能不能对他们说 欢迎你们随时来家里 能说 能吗 能 那你对他们说 没事没事 来 谁 徐彦霞 还有徐彦军 我欢迎你们到我们家来 好 谢谢 现在人在这边给开门了 这边说我欢迎大家来咱们家尝看看 说了 我们要相信有善意 我们就要相信别人的善意 如果说我们够善良 我们能做 我们相信别人也能做 我们要相信别人 也会真心地对自己的父亲好 其实呢 刚才 我想把我在 2010年和我父亲我们在一起拍的照片 放给大家看 可是始终没给我这个机会 算了 不用看了 三哥 我不用看这张照片 我想都能想得到 在那个时候 你们是非常非常和睦的一家人 非常非常和睦 老人现在 现在的想法 他要找一个老伴来照顾他 我们做子女的 那就要接纳这样一个成员 来到这样一个家庭 因为这个接纳是父亲做出来的 这个和您 2010年那个全家福没关系 其实呢 怎么说呢 今天我的情绪可能有些激动 我说的语言量可能有些过激 我想可能 其实只需要你们两句话而已 也就是说 父亲想要的就是看看你们能不能接纳这个继母 那刚才继母这么大年纪 性格这么固执 她已经表态了 你们能表个态呢 可以接纳 我们接纳 你不用对我说 你不是接纳我 我们接纳 三哥 我要是你 我要是你的话 今天真的是希望争取一个为父亲尽孝了权利的话 你已经得到了 那你还要什么 那你还要什么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需要的是和我父亲的我们的亲情 好了 我们说到这儿 我觉得大家的态度都已经很清楚了 我想现在再听听我们这位徐老先生 他有什么话对大家说 老先生 现在您的老伴愿意接纳您的子女到您家去看望您照顾您 您的子女也说他们非常愿意和您的老伴和谐相处 然后经常的到你家里去看你 我想听听你还有什么话要对他们说 那这可以就缓和 可以这样缓和 对 这样缓和 但是就是我们两个 你就直接对他们双方说好了 嗯